为了健全环保志工组织体系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一号与福荣大饭店 举办110年度花莲县环保志工高峰会 邀请了全县环保志工队队长或干部与会 透过专题讲座提升各环保志工干部环境教育的智能 并表扬民间企业以及团体推进绿色采购机油单位 期盼环保工作未来能够更加落实 增加环保志工的凝聚力 为健全环保志工组织体系 增进志愿服务人力有效运用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一日与福荣大饭店 办理111年度花莲县环保志工高峰会 邀请全县环保志工队队长或干部与会 透过专题讲座如社区营造环保专题等内容 提升环保志工干部环境教育智能 很重要的就是垃圾问题 我们也跟台女来合作 明年应该也会开始来建厂完成 来开始启用去化花莲县 自己县内的我们的垃圾 还有一件事情就要拜托大家 第一个垃圾源头减量 要拜托大家 第二个垃圾做好确实的分类 第二个 第三个除鱼 拜托大家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 另外也要拜托 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把厨余的汤汤水水倒在下 第一个我们下水倒 这个真的要请大家宣导 因为这个未来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未来的工程也会很大 华联环保局为表示对企业团体推动环保工作的肯定 特别表扬花莲县民间企业及团体推行绿色采购GU单位 共计20个单位 同时颁发环保志工大队干部聘书给予环保志工 肯定环保志工们推动社区环保工作不遗余力 执判透过活动环境保护工作 未来能更加落实 增加环保志工凝聚力 记得蒋帮眼环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